有明天說40歲以下的年輕人大部分都是支持你 那40歲以上的人可能就是舒奈跟猴 這個部分您怎麼看 就這樣嘛 一定有他各自的支持者 那我是希望說我可以來做這種世代和解的這種代言人 就是說 其實台灣也不應該分成什麼不同年齡的世代 因為這樣啦 台灣面臨這種高年化少子化這已經是定局了 就算你要透過什麼移民啊 或是一些其他方式的改變 整個人口結構要改變也是20年後的事 所以在20年內 你知道我們台灣的人口結構就是這樣 就這種菱形 所以我們應該要思考整個讓台灣的各個世代可以合作 所以我希望我是一個世代和解的一個橋樑 然後再用來的�碩 好再試鑑定 好再試鑑定 所以我們一會再去您 invit 我們可以讓她看 ,'沒有 你喜歡 提到